租房押金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租赁交易制度 法律上并没有对押金收取的数额做规定 而是由当事人自行约定 在签署租赁合同时 要注意出租方是否享有出租房屋的权利 租金的数额、租赁期限、租金支付方式和时间 押金数额及返还条件、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使用方式 物业水电、宽带、电视收拾等费用的负担方式 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 以及约定的纠纷处理方式和机构等条款 对于一些已经签署的过于严苛 明显对房客不利的合同条款 可以要求撤销合同 如果出租方提供的合同是预先拟定好的格式文本 没有在签约前对事关房客重大利益的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 房客可以主张相应的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或者要求认定这样的条款无效 在出现约定的可以扣押金的情况时 比如不按约定方式使用出租房 损坏设施设备 未按约定支付房屋租金等等 房东可以扣押金 解约时遇到不退押金的情况 可以先充分与房东进行沟通协商 向对方产名利弊 表示如果不退押金会采取法律手段 如果协商不成呢 可以向当地人民调节委员会申请调解 或者向法院申请诉前调解 由调解组织或者法院作为第三方介入调解 达成调解协议后 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如果判决收效后 对方仍不履行呢 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如果因退押金走到司法程序 需要收集和准备的证据材料 包括房东的身份证或者户口登记信息 房屋产权信息资料 租房合同押金支付凭证等 可以要求房东退还押金 如果租房合同中约定了相应的违约责任 还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这里也给年轻人租房提一些建议 第一一定要仔细核实确认 并签订书面合同 口头商谈约定的租金数额 押金金额及抵扣的规则 相关时间期限 各项费用承担及收费标准等问题 一定要写进合同并合适确认 签字前要确认出租方身份信息 并保存好合同及费用支付记录 相关手续材料等 第二不要租隔断房 隔断房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用电消防人身财产安全等风险四伏 并且也是各地禁止的违规行为 一旦隔断房被依法查处拆除 你不得不返家 第三谨慎使用租金贷 对于出租方或者中介方提供的租金贷建议 由于这类小额贷款多是第三方机构 并且近年来P2P平台爆雷风险高 在租房时尽量避免使用租金贷 第四避免一次性支付大量的租金 尽量避免一次性支付半年甚至一年的租金 一方面节约资金成本 另一方面也规避资金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